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重庆26岁的徐小姐跟公司同事杨小姐非常要好 两人还相约要组队辞职创业 可是当她辞职之后 杨小姐却以手头有项目为理由 一拖再拖 甚至还主动申请五一加班 被放鸽子的徐小姐十分愤怒说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想辞职 说得太天真 竟然相信了她的话 而面对徐小姐的指责 杨小姐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 是她太冲动了 网友在心疼徐小姐的遭遇同事 却也纷纷地表示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有些话听听就好 千万别当真 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你交心 你的真心很贵 别见人就给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一段关系过于乐观 一直于产生一些理所当然的想法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这点小忙她肯定会帮的 我们都结婚三年了 让她替我照顾一下父母肯定没问题 我当初对她那么好 这回我遇到困难 她一定义不容辞 可是我们往往忘了 感情是最复杂最缥缈的东西 不是你付出真心 就一定能够换来真心的相待 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更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 春夏秋冬刺激交替 感情会淡 人心会变 对别人期待太高 反而失望越大 行走在世间 永远记得一句话 人情似指 张张薄 事事如其 局局心 别高估任何一段关系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 保护好自己的内心 才不会轻易受伤 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老张和老马是一对 友谊十分深厚的老友 有一次 老张跟朋友聚会喝酒 期间大家打赌 输了的人 要给自己的好友打电话借钱 老张赌输了 他信心满满地打给了老马 说最近手头紧 想借十万块 而老马最近孩子刚出生 支出大 便婉转地拒绝了 这下老张的面子上挂不住了 加上周围人的集体起哄 忍不住大骂老马小气 不够义气 后来这事传到老马的耳朵里 得知老张竟拿借钱开玩笑 还如此诋毁自己 也是活毛三丈 两个曾经的挚友 就此撕破脸皮 老死不相往来 再好的关系 也经不起试探 再深的感情 也会有所隐瞒 要知道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就像织毛衣 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 拆除的时候 却只需要轻轻一拉 千万别轻易举验证一段感情 这只会让亲密无间的关系 产生间隙 引发猜疑 矛盾 最终两败俱赏 别去试探人心 别把事实追问 做人有时就该糊涂一点 放得下 才能没有烦恼 简单点 才能活得轻松 最近当红小生 肖战在采访中表示 自从自己的工作 有了起色后 曾经的一些朋友 就渐渐疏远了他 虽然知道 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可是想想还是很难过呀 是啊 我们总有这样的经历 明明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 可走着走着 却只剩下了沉默 感情这东西 经过时间的洗礼 有时历久迷心 有时却也随风飘散 这世间 谁会是谁的一辈子呢 不走到最后 谁都不知道答案呢 宋明一颗子弹里写道 那些与你相关的人 就是与你有关的 逃也逃不掉的 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 三年才搭理一次 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 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 永远记住 尿走的人留不住 装睡的人叫不醒 不喜欢你的人感动不了 你瞧这些白云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人生离合 亦浮如丝 以平等的心态 去看待周围的人 不委屈自己 也不亏欠他人 少一些计较于得失 也少一些遗憾 与失望 不可以去追求某段关系 也不可以挽留 已经流失的感情 一直觉得 这个世上两种人最容易受伤 念旧的人最容易受伤 喜欢那余生等一句 比来无恙 太重感情的人容易受伤 因为看得太重 所以伤得更深 所以 永远不要把真心 吸住奉献 爱人爱七分 留三分给自己 有些话听听就好 不必当真 有些事看破就好 不必点破 有些人看清就好 不必深交 人山人海 别辜负相遇 岁月如缩 别看清自己 愿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 将自己活成自己 最强大的依靠 愿我们懂得感恩 保持清醒 保持独立 不亏欠别人 更不委屈自己 一生 做好自己就好 就让亲书随缘 爱恨随意 人生所求 不过云淡风轻 岁月静好 任他事事沧桑 内心始终 安然无恙 好了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欢迎你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一个再看哦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 不见不散 也祝各位 晚安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